据俄新社9月30日,原意美国华盛多观察家暴消息,美国内政部长金克力前程,如有必要,美国可对俄罗斯进行海上封锁,以阻止其向市场供应能源。 金克当天在参加美国匹兹堡的一次工业活动时说,美国海中有能力保障海陆通航,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封锁,阻止俄罗斯的能源进入市场。 金克说,伊朗的情况和俄罗斯非常相似,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方案,他表示,除了他不愿意使用的真实选项外,另一个就是经济方案,对俄罗斯施加压力,打压他们的能源出口。 金克说,我们能做到这一点,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大的石油和天然性生产国,动辄又把制裁封锁挂在嘴边的美国,已经近乎歇斯底里。 这次竟然在公开场合点名俄罗斯,感觉有些不可思议。 毕竟,俄罗斯是当今世界重要政治大国,第二军是强国,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。 如果有这么多护身符,都还不得不承受美国威胁的话,那么,恐怕无人能够避免,全世界都要小心了。 当美国高官透露出相关信号时,无疑已经说明,美国这样的想法已经形成很久了,只是在考量可行性。 或许,军事封锁伊朗石油出口,就将成为一个实验,美国的狼子也心已昭然若贴。 客观而言,美国拥有11艘核动力航母战斗群,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存在,也有能力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构成致命威胁。 不过,一旦美国采取了这种行动,无意义圈战,也就在事实上形成了和对方的战争状态,至少是对峙状态。 在这个问题上,美国曾经海上封锁,对潮物资出口可以作为参考。 不过,后者有联合国,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合法行为,而且这则不然,完全是美国的大边主义行径。 当然,美国也从来没有把联合国放在眼里,但美国的合法性,却依然不足以与联合国相提并论,依依孤行必然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。 回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的美国种种,我们不难看出,其正在极力走回头路。 这个回头,不仅包括美国对于全球化的回头,也包括美国冷战思维的回头。 美国正试图凭借一己之力,颠覆和平发展大潮,阻止全球化趋势。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这是以挽机时,无论美国多么强大,都不是时代潮流的对手。 同时,美国还在走战争回头路,对于中俄这样的大国,美国不是寻求合作共赢,合而不同,而是处处围堵遏制。 一而再,再而三的挑战对方底线,把中俄定义为威胁。 这非常危险,美国的刻意营造与中俄甚至更多国家之间的对抗。 但这并不符合实际,也不应受到鼓励,中俄的做法。 通俗而言,叫正当防卫。 国虽大,网站必威,好战必亡,其中,最后四个自由必要送给美国。 但其想法日趋疯狂,行为逐渐失控时,给世界可能带来的危害不可想象。 封锁俄罗斯能源出口,这种话也敢讲,美国真是想上天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